你好我是董振彤 那在這個教學呢我要教你如何整合呢 我們的強大的網頁編輯器 然後呢在這裡呢去呈現呢 你的購物車系統裡面的產品 那這個呢非常的方便 特別是適用在當你要寫銷售文案的時候 然後那你想要把你的一些熱門商品啊 或要銷售的商品啊 你的購物車的產品呢整合在你的文案裡面 就是這個網頁內容裡面 那呢可是呢你會發現在我們的這個編輯器裡面 好像沒有任何一個選項是可以直接跟購物車有關係 但是其實還是有的齁 那我們這邊來先示範一下 例如說給你一些idea齁 給你一些概念 那例如說你這樣拖曳呢這串文字 那你有時候呢在呃 例如說你想要自己客製化一個首頁 你晚站的首頁的話 那呢呃在首頁有蠻多 例如說你賣很多產品齁 那產品裡面呢其實 就是比較常見的例如說有熱門商品這樣子齁 例如說這是你的熱門商品 然後呢你可以把它置中 然後呢把它選大標題齁 欸熱門 熱門商品 那 那 那例如說你想要在你的首頁裡面呈現熱門商品啊 然後還有例如說促銷商品齁 舉例來講 例如說 欸這個是促銷商品 那就複製一下 然後寫 促銷商品 通常呢你能夠呈現商品的種類呢 有幾種就是 例如說熱門商品 促銷商品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特色商品齁 就是 就是 或者就是說 就是很有特色齁 很有特色的商品 然後呢或者是 呃 例如說你有最新上架的商品齁 例如說這是 呃 呃 呃 新貨啊 新貨到這樣子齁 這樣子 你就說新貨到或者是呢 新上市這樣子齁 所以呢 你其實變化是蠻多的 你在手頁上 你可以呈現最起碼這四種齁 就是新上市的齁 然後呢還有促銷商品 那呢促銷商品呢 我們有講過你 你就是在 這個是你的商品的頁面齁 你到我們購物車 然後點擊商品 那呢 呃 促銷的商品呢 基本上就是 當你在 呃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編輯齁 讓你知道一下 促銷商品是怎麼設設定的 齁 那通常都是在 你呢 例如說這是一個簡單商品齁 然後呢 這邊呢在定價的時候 齁 那你有寫原價 然後你有寫促銷價 齁 凡是你有寫促銷價的 齁 那呢 這個就是促銷商品 OK 很簡單 那呢 那什麼叫特色商品呢 特色商品呢 他呢 他呢 就是在 你這個 你這個商品這邊呢 你可以看到 右手邊這邊有一個星星齁 這邊上面有懸浮一個叫特色 齁 所以呢 你在 你滑鼠呢 就是移到上面 然後點一下 他就是會變 一個星星 原本是空白 然後變藍色 那這個呢 只要他變藍色的齁 填滿 像這個 這也是齁 他就說他是特色商品 齁 那呈現出來的樣子呢 在前台呈現出來的樣子 他就會 不太一樣 齁 會看到會不太一樣 舉例來講 例如說 我們來看這個 他是特色商品 齁 那 他 他可能會跟類別 好 那 我這邊暫時找不到 他的一個 外觀上的差異 但基本上 就是你內部 你可以歸類齁 這幾個商品是特色的齁 那你可以自 你可以把它 呈現出來 那如果是特價商品的話 你可以看得到 我這邊商品專區呢 這邊 齁 就會寫一個特價 齁 他就會很明顯 譬如說 我有兩個特價商品齁 那這邊就會寫一個特價 OK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我們要怎麼 我們要怎麼把這些商品呢 像 像你現在螢幕上看到 然後放在 放在這個 網頁裡面 答案呢 基本上不難齁 就是 你要用呢 我們的購物車系統 他所謂的短碼 齁 然後用短碼的方式去呈現 所以第一步呢 是你要先 思考的是說 你 你現在 你現在一個網頁要呈現幾個商品 好 那我個人呢 是覺得呈現四個商品 齁 是蠻恰當的 那 這個時候呢 你就是要 選呢 這個 呃 行列布局這邊齁 我們最多呢 一個網頁可以呈現到 五個商品齁 就是這樣子 有五行這樣子 對 那 那這邊呢 一般呢 就是呈現四行是剛好 所以你就選擇 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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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拖一到這裡齁 那他自動呢 就會有四藍了齁 齁 那呢 你再注意的把每一個商品拖進去 這樣子就可以了齁 那 我這個效果 然後再把這個 藍一 藍二 藍三 把它刪掉 我這個效果 基本上下面這個效果就是 這樣子做出來的 好 那呢 那 再來下一步就是呢 我們要怎麼把這些東西呈現出來 基本上就是要用到Wordpress的內容 齁 那你可以看到Wordpress內容 他這邊 滑鼠過去的時候 他會有什麼懸浮的中文 他說插入減碼 齁 這個就是short code 齁 那你這個時候呢 這個是專門給你插入減碼的齁 齁 那呢 Wordpress裡面呢 就是 就是我們購車系統裡面呢 他可以單獨有一個減碼 可以呢 把 把他的商品呈現出來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齁 就是說你你就這樣拖一過來齁 那你如果點擊的話 這邊呢 要輸入什麼呢 我們給你參考我們這一個的範例齁 如果我點擊這裡 然後呢 按編輯減碼 你會看到 欸 這裡有一個product ID 等於 然後 16這樣子 這個16呢 就是product ID 就是他的編號 那每一個產品都有一個 獨一獨二的ID 獨一獨二的編號 那個ID要在哪裡找呢 你在你的 後台齁 你不要在前台 前台看不到齁 你要在你的後台呢 然後控制台這邊的商品區 然後商品區呢 你仔細看的話 每一個商品呢 一開頭 他顯示的就是ID 然後冒號228 就是這個商品的ID 專屬ID就是228 好 啊這個商品呢 就是ID 你們看到是225 那這個商品呢 這個ID是224 然後這個商品的ID是8 然後商品呢 這個ID是16 所以呢 這個就是這個商品 這個商品的ID 所以呢 這時候呢 這個我就是放16嘛 16就是這一個商品啊 就最後一個那個Membership Prada這個齁 所以呢 當我使用這一串短碼的時候 我們到時候會 會讓你方便Copy齁 會留在這支影片下面 給你參考齁 那呢 當我呢 這邊輸入這個短碼的時候 然後我按Save 他就會直接像這樣子齁 把這個Membership Prada呢 呈現出來 然後可以讓讀者呢 在 在這邊直接加入購物車 所以呢 接下來你要做的很簡單 就是 你就是複製 複製 複製 那你就會發現有兩個嘛 複製的話 你再拖曳 拖曳到另外一區去 所以 像這個呢 這個他的ID是哪一個 他ID是 224 我只要改ID就好 然後這個呢 他的ID是 你可以看到 ID是228 所以呢 我這邊呢 例如說我把ID填16好了 這邊 這邊這個ID 欸 原本就16 我們來找一個沒有的 224 25 25沒有嘛 所以我這邊把它寫225好了 225 然後呢 你再按Save 儲存 我們看到這樣子就完成了 所以呢 基本上呢 你就是在這邊呢 你第一次做的時候 你就在這邊貼上你的短碼 然後 ID把它填進去 那他就會直接呈現出來了 然後呢 每一個再複製 然後 像這樣子複製 然後再Copy到另外一函 然後就這樣子 做一做就會呈現出這個效果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前台的 預覽 你會看到 例如說 這是我的熱門商品 所以你就可以自己去選 你的商品哪些呢 是你覺得蠻熱門的 那 你就可以自己挑 然後把那幾個商品呢 就這樣子就上架在前台了 那你要上架幾個都OK 那我們原則上建議 一行就是4個 那你可以最多5個 就是5個商品這樣子 好那 然後呢 那促銷商品呢 你可以單獨也把它這樣抓過來 這是最 這是我覺得最簡單的方式 然後新上市的商品呢 你就是從你的商品裡面去挑嘛 那幾個是新上市的 然後呢 特色商品 就是你要特別的去宣傳的 那原則上呢 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 很快的 很快的 把你的這個 每一個商品呢 就是呈現在你的網頁上 結合我們的這個 強大的這個網頁編輯器 那你就可以呢 把這個呢 做成首頁 你這個完全客製化一個首頁 然後呢 做成首頁之後呢 我們之前有講過 在 在外觀 呃 在一般設定這邊 設定一般這邊 不是設定 不是在一般 是在閱讀 在設定的裡面的閱讀 這邊可以有一個首頁顯示 那你可以在首頁呢 你就選擇 例如說我剛剛的那個網頁 它的標題是TEST 那我一按儲存呢 那你就會發現呢 我再來到我的首頁 現在呢我的首頁 我晚上首頁就變成 這一個TEST 你可以看到 那所以呢我可以完全的 去客製化我的首頁 呈現了任何我想要的效果 那我們之前的教學呢 又教你要怎麼樣子去制定它的外觀 所以呢你可以在外觀 你可以參考外觀呢 然後制定外觀這邊的教學 會有非常仔細你可以 完全的去改這個外觀 那 那我們呢原本預設的是 我幫你改回去 因為我們原本預設的是 首頁是呈現出你的商店 所以呢我們 原本呢幫你預設的是長像這樣子 就是首頁會把所有的產品顯示出來 但是呢我們也教你齁 你可以完全去客製化這個是主要的選單 這是次選單 然後呢你可以這是側邊欄位 然後呢 你完全可以客製化 你只要選上面 上面這邊不是有一個制定嗎 點擊一下 可以完全的去制定這一個 這一頁的所有的東西 你可以參考那個教學 你就可以去更改 更改顏色 然後呢 甚至可以上傳背景圖 所以呢這個大概就是我們實際上 怎麼把這個網頁編輯器呢 去串聯我們的購物車系統 的方法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靠一個短碼 這個短碼要把它記下來 就是中括號Prada P-R-O-D-U-C-T 然後空格小寫的ID等於 然後這個是英文的兩個那個 像引號這樣子 然後中間是填那個Prada的ID 然後再兩個引號 中間沒有空格 然後再中括號 那這個短碼我們會附給你 那這樣子呢 你就可以任意的在製作網頁編輯器的時候呢 把你要的產品呢 直接整合 整合在這個 你製作的網頁裡面 如果他是銷售業 你例如說你要銷售這個商品 那你最後叫人家購買的時候呢 你就直接請人家點擊這裡 加入購物車 那如果他現在點加入購物車 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系統預設是 他一點加入購物車 他就會馬上呢 被引導出來 然後要準備結帳了 他就可以去結帳了 非常的快 好 那我們這次的教學就到這裡 下次教學再見 拜拜